我们家过年必须要做的 比如说吃饺子 或者是挂灯笼 买一些可能贴在窗上的一些剪花 或者可以的话就出去放一个鞭炮 看看别人放里花之类的 然后看我们的春晚 这都是必备的 我是从来没想到 可以来到春晚的舞台 因为真的人的一生 可以上一次春晚 这是非常兴兴 非常幸福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发挥好 一定要适应这个舞台 一定不能出错 这次上春晚的感受 也非常的新鲜 是因为去年参加的是小品 今年参加的是唱歌 同一个舞台 举演形式不一样 其实这个感觉还挺新鲜的 去年我在上台前的 差不多15分钟内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 完了完了完了 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 现在所有的亲朋好友 全世界的朋友们 都在盯着 盯着电视看 然后马上我就要在那么多人的目光下 表演 那个时候是确实紧张 你自己想象一下 你马上要登的那个舞台 是多少亿的人都在关注了一个舞台 是不是 一定会紧张 但这个紧张是给了你动力和力量 我是一个天生属于舞台的人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舞台 如果需要我 我会非常开心地踏上去表演 希望大家可以 能看到我们演出 喜欢我们展现了这个节目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跟家人多多团聚 多陪陪他们 以后绝对不会后悔 家人在新的年龄里 给你身体健康 要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 对 这个是最后